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T的高低其实对你的弹道左右也是有影响 因为大部分一横木击到球的时候都不是平的 它都是微微翘起来的 甚至有的人翘的比较多 极端点说 你架的越高就越容易打到干的止步 越低就越容易打到干的根部 如果你了解齿轮效应的话 你就会知道打到止步的球 它会更容易打出一个Jaw的弹道 打到根部的球则会容易出现一个Fay的弹道 当然了这只是一半 更大的部分肯定还是你的干面开和扣 但如果你在这一栋开球的时候 希望这个球稍微右一点比较好 你可以架的稍微低一点 如果你这个栋希望弹道尽量往左转 那可以架的稍微高一点 当然同时架的高 你就会有直打到T打不到球的风险 但你可以先在练习场实验一下 看看如果你架高了T能打到球 那它左的概率就会比右的概率要大 这个技巧对几种人的效果特别明显 一种就是女士和青少年 他们手的位置比较低 击到球的时候指部翘起来比较多 第二种就是干面机球非常方正的人 它的机球点外和内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左右 还有就是它一号幕用的本身 指部就比较翘 像这个ST Max 或者Kaloway调了干净的D 或者UNIX的Type D 这些都是干指部翘起来比较多的干头 都e不认为有关机的问题